主席 近月激進示威者訴諸各種違法暴力行為 包括投擲汽油彈、遙控引爆炸彈 在港鐵站出入口和店鋪縱火 以及用腐蝕性液體、鐵支和利器襲擊警務人員 有市民關注到示威者的行為和暴力程度有增無減 可能與網上充斥推假、鼓吹仇恨情緒和合理化暴力的信息有關 據報有些國家已經立法打擊在網上發布虛假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 例如德國在2017年定立《社交網絡強制法》 法國在2018年定立《反資訊操縱法》和《反虛假信息法》 以及新加坡在今年定立《防止網絡假資訊和網絡操縱法案》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會否立法打擊在網上發布虛假和危害公共安全的信息 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及二、會否修訂現行的法例或制定新的法例 以針對性地打擊在網上協助、教唆、縱使或促使他人犯罪的行為 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保安局局長 主席 根據《基本法》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 但這些自由並非絕對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適用於香港有關的部分 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即是第383章 任何人行使發表自由的權利 負有特別責任及義務 可以為 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或者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衛生或風化的必要 得以經法律規定予以限制 互聯網的世界 並不是一個無法可依的虛擬世界 根據香港現行的法例 大部分在現實世界 用以防止罪行的法例 均適用於互聯網世界 所以市民必須合法 和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 警務人員有法定責任 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 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對於不法分子 透過互聯網所犯的非法行為 定必會嚴厲執法 我現在就問題的兩部分一併回覆 正如我剛才提到 大部分在現實世界的法例 均適用於網上世界 任何鼓吹他人犯法 或進行網絡欺凌活動 無論有關的行為 是否發生在互聯網上 只要涉及刑事罪行 都會受到有關的法例規管 例如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 第24條之下的刑事恐嚇 以及盜竊罪條例第210章 第23條之下的勒索 對於網上行為亦適用 此外在網絡上發表不當言論 亦可能觸犯其他罪行 例如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486章 裏面所說的保障資料原則 侵犯知識產權或誹謗等 就有網上發布危害公共安全的訊息而言 亦可能會觸犯普通法的煽惑他人 作出公眾防擾 同時根據刑事訴訟條例第221章第89條 任何人協助、教唆、縱使或促至另一人 干犯任何罪行 即屬就同一罪行有罪 而根據《基本法》 煽動他人 干犯任何實質罪行 亦屬於犯法 簡單來說 任何煽動他人犯罪的行為 已經屬於違法 在現有法律的框架之下 如果在網上的行為 在現日世界亦屬於違法 警隊是可以透過相關的法例執法 政府一直密切注意犯鎖網上犯罪的行為 又或者協助教唆別人犯罪的行為和趨勢 我們留意到外國網上發布虛假 以及危害公共安全訊息的一些法例 會密切注意 並且了解這些法例的效能和執法過程 法律改革委員會 有鑑於資訊科技、電腦和互聯網 被利用來從事犯罪活動的潛在可能 已經在今年一月成立了小組委員會 就電腦網絡罪行展開研究 小組委員會的研究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並且會找出電腦網絡迅速發展帶來的哪些挑戰 檢討現有法例以及其他相關措施 也會探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發展 並建議可作出哪些法律改革 我們會密切留意小組委員會的建議 自今年六月 香港多區出現眾多的暴力示威和破壞行為 包括刑事毀壞、襲擊商人、暴動、縱火等 有人利用互聯網的平台 煽動示威者作出違法的行為 鼓勵使用武器 以及動員示威者攻擊一些目標財產 又或者傷害某一些目標人物 特別是針對警務人員 這些行為嚴重破壞了公共安全 對於生命 特別是指定針對的目標人士 例如警察或持某個政見人士等 以及財產構成巨大的危害 作為公眾利益守護者 律政司司長 在10月31日成功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以禁制任何人 非法地及故意地 在任何基於互聯網的平台或媒介上 全部傳播、發布或重新發布任何促進、鼓勵或煽動使用 或威脅使用暴力的材料或信息 同時有意圖或相當可能會造成香港境內 任何人的非法人生傷害 或者在香港境內任何財產的非法損害 禁制令也禁制任何人 非法地及故意地協助造成 縱使、束治、疏使、煽動、協助、教唆 或授權他人從事或參與上述的任何行為 在過去數月 網上或社交媒體流傳了很多虛假的消息 特別是大量針對警隊的假新聞 以及沒有確實證據的指控 這些未經證實的消息 大多扭曲事實 製造社會的恐慌 更加加深社會的對立和分化 破壞警隊和市民的關係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這些在網上 故意散播謠言的行為 並且會盡力提供資訊和事實 澄清虛假消息 我們呼籲市民應該保持客觀、理性、切密輕信 無中生有的網上謠言 警方會繼續密切注意在網上可能發生的犯罪活動 並且採取執法行動 針對性和專業地在互聯網的公眾平台 搜尋可能與罪案有關的資料 若果有任何違法、暴力 或者破壞公共安全 或者公共秩序的行為 政府必定會嚴肅跟進 絕不姑息 多謝主席 葛珮帆議員 主席 現在社會上有人在製造一些虛假的新聞 假的消息 接著在網上發佈 接著有很多人在散播 帶來很多暴力的行為 我的問題裏面問得很直接 就是政府會否修訂現行法例 或者制定新的法例 去針對性地打擊這些行為 政府給我的答案 似乎將波交給法改委 但是研究這個電腦網絡罪行 其實是一個很闊的範疇 並非針對性 正如政府自己都認為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申請這個法庭的禁制令 我現在就希望政府 真的去成立一個專項的研究 盡快去制定這個新的法例 去針對性去處理現在我們面對的 這些製造虛假的新聞消息 發布和散播這些行為 局長 多謝主席 多謝郭議員的問題 我們對於立法這方面 採取一個開放並且積極的態度 剛才郭議員所說 在外國所訂立的一些法律 例如在問題提及 包括德國以及新加坡法國等等 所訂立的這些法例 我們都有去審視和去考慮 它對我們的適用性 而針對在互聯網發放 有關這些信息 有關這些信息 是涉及了 除了去保證社會的人生 和財物的安全之外 我們當然也要去考慮 在言論自由方面 如何取得平衡 我們是審視了不同國家 在這方面的法例 例如我們看到 譬如在德國 它的確是有要求 任何一些媒體 很儘快地把某一些 例如一些仇恨的信息 假的新聞 以及一些非法的資料移除 這些都是我們的政策目標 但是在執行方面 如何令到既可以打擊這些違法 以及傷害整體社會利益的一些信息之餘 又可以確保我們日常 可以自由開放地用我們的互聯網 這個平衡點我相信是重要的 而且這個議題也是相當爭議的 所以在整體研究和考慮所有因素 我們是希望從外國的經驗 以及法律改革委員會提出的建議裏 作出充分的參考 但是政府的立場 除了開放還是積極的 多謝主席